焦点15 不聚膜的构造 细胞质介于细胞核与细胞膜之间 是细胞进行代谢作用化学反应的主要场所 增合细胞的细胞质是由细胞质液 膜状胞气及非膜构造所组成 细胞质液为富含水溶性的胶状物质 是细胞质重要的基质 散布在细胞质液中的构造 包括了不具膜的构造 例如核糖体 及具有膜的各种胞气 例如粒线体和内脂王等 部分膜状胞气在构造与功能上密切相关 可形成内膜系统 原核细胞的代谢反应 大多是在细胞质的整个空间内进行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都具有核糖体 核糖体是由RNA和蛋白质组成的颗粒状构造 电子显微镜才可观察到核糖体 有些核糖体分布于细胞质内 有些核糖体附着于内脂王表面 核仁制造核糖体的大次单元和小次单元 大次单元和小次单元在细胞质组合成为核糖体 核糖体的主要功能是核成蛋白质 中心力 大部分的动物细胞具有中心力 中心力是由蛋白质组成 两个互相垂直排列的中心力 与其周围的细胞质形成中心体 动物细胞分裂时 中心力会复制并移制到细胞两端 细胞两端的中心力之间形成仿垂丝和仿垂体 因此中心力是染色体分离有关 植物细胞通常不具有中心力构造 开花植物细胞是不具有中心力 但是仙胎类、蕨类及部分螺子植物的雄性配子 则具有中心力 这与雄配子的边毛形成有关 细胞骨架 细胞骨架是细胞之内的纤维状、丝状或网状构造 可由细胞核延伸至细胞膜 细胞骨架是由细胞之中多种蛋白质纤维构成的网状构造 电子显微镜才可观察到 细胞骨架具有维持细胞形状 支持胞内构造 协助细胞运动 协助胞气移动 染色体移动 及其他物质的移动的功能 也是构成边毛、纤毛、纺锤丝及中心力的成分 细胞骨架由三种不同的蛋白质构造组成 其直径大小依序为维管 25奈米最粗 中间湿10奈米 维湿7奈米最细 维管与构成中心力、纺锤丝、边毛和纤毛等构造有关 中间湿与维持细胞的形状有关 维湿又称为肌动蛋白湿 维湿与协助增合细胞的运动有关 例如小肠的收缩运动 维湿可形成路径 使胞气寻固定方向流动 而形成细胞质流 维湿与协助增合维湿